生活带给我们很多难解的问题 也带来难以言语的痛苦 这些深深感影响了我们的身心灵 还有人际关系 我们无法选择境遇 无法改变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态度 还有面对的方式 当正确面对和管理我们的情绪 就能够帮助我们坦然面对逆境 享受生命成长的喜悦 并且懂得与上帝亲密同行 邀请你可以收听收看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阳光照亮你的心飞 上帝陪伴你走过情绪的低谷 主题从忧屈到喜乐 十四天更新之旅 盼望当中能够透过圣经的教导 来理解和管理我们的情绪 靠着上帝的力量跨越生命中的低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